為大家爭取了一個最大的福利 就是我們去巴亭亞多西餐廳吃的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我和阿凡挺喜歡的餐廳 上次跟大家看過巴亭亞筆 今天我們就決定去看巴亭亞的藍 好,Let's go,上車了 4樓有一個Cup House 29樓有一個Lap Pool Jakuji 哇,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今天看 我們現在去12A,即是十三樓 哇,看到海景立即舒服了 外面這麼容易進來 先沖杯咖啡 先洗澡 好 這間是兩房 最棒的是我的手這樣 就已經搞定了廚房 容易拿,容易處理 還有很多櫃 每個角落頭 裡面都可以放東西 所以發展商都頗用得盡 過來 我猜不到我回到房間 都有一套沙發在看電視 不會跟家人爭看電視 老公看東西就出去看 他喜歡看那些什麼 我現在出去了 那你慢慢看 我在裡面就可以煮韓劇了 而且它的套廁其實都很漂亮 它用了一點點日式 舒舒服服 一邊淋住一邊淨化自己 那天很累的身軌 到門呢 很厲害 設計都加料 這些設計都不是一般的燙門 還有滲光鏡燈 整個屋苑洗手盆下面都設有簡單的儲物櫃 而且有冷熱水功能 現在這張都是King Size的床 都做到三邊的床 加上那個落地玻璃 就只是一流 玻璃門架開了床和梳化 這是黑玻璃 看不到外面的 都看不到裡面的 這裡最棒的是 走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海灘 早上我們真的可以出去跑步 是 感覺上很寧靜 很寧靜 嘩 回到家 真的就是這樣 這是真實的我 這個椅子夠大 深度夠深 一開就有燈 梳妝桌子夠大 這個還是小偏廳 出來又是另一個客廳 我看到很多都是透明玻璃 要自己弄一塊鏈 我喜歡它的衣櫃夠深 你現在這裡一度是燙門 那裡也是燙門 這裡中間的玻璃也是燙門 就是全部用了燙門 大門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燙門 我們香港最喜歡玩燙門 還有香港裝修燙門 特別加工費會貴的 對 很順 因為它做的都挺薄的 這個單位有70cm 這個單位 就有兩房 兩廁 我猜不到廁所都開兩道門 它們真是成本高 是 這些清潔都頗細 漂亮的 玻璃的 真是不開玩笑 沒有人認為它大 這個樓盤就是室室 樓底很高 簡直我的風格 是的 一個人住就一定很適合 我看你也很想一個人住 真的挺好的 這間學生就包了所有 你看到什麼 你的價錢就包小 真的拿行李箱來住 它真的連洗衣機也有 很棒 那時候在香港我問過 有金沙這些質地 比較貴了 對 OK 真的 一個人住就很適合 坐在那裡看電視 然後跳上去睡覺 耶 單手搞定 哇 這個樓台都夠大 哇 落地玻璃加大樓台 本身這個有洗衣機口 可以把洗衣機搬出來 放在這裡都沒問題 失去停車場 雖然現在這裏 白樓 這麼矮 但都沒有遮動 視野都是這麼廣闊 對 這裏是低層 OK 樓底夠高 順便說一說 這是電子鎖 為甚麼你今天自己 拿一條Key上去看樓 有的 喔 他發展商說 幫我介紹一些樓盤 好 他當然是這個方便 我說 給了些時間 你都看了這麼多 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這麼多時間 我只看幾個特色 單位看一看 這些冷氣機是好的 優點就是 不牙位突然有一個東西 突出來 其實最好的 靜 流水都是外面那塊 不會在家裏面有一個流水 優床在家裏 真是 你將來單身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 浴室這塊鏡 夠大 它有兩個作用 一來當然照鏡 第二 令到空間大了很多 而且我喜歡這間屋 整體來說 它的容色很漂亮 而且進來就覺得 它的容料是高級些 這個還有一個水口 雖然它很曬 但不會有三尖八角 也算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完美的 我覺得還可以的 衣櫃好像很耐床式 雖然很曬 它真的懂得用空間 咦 我的衣服好像是 我的衣服 麻煩你集中一點 還沒拆招牌 或者拿東西 順便看樓去看迷時裝 工廠也能做到三尖八角 煮東西吃 工作腿也夠大 客廳接著露台 令到空間視野大很多 天天看著海景都可以 要不要走去曬太陽 在這裏搞定 有炭冷氣 落地玻璃窗 差不多到整棵牆 由房去到客廳 超高慢 現在上了27樓 今集所有的示範單位 發展商都會連家私買 這個就是今天我和阿凡看的 最後一個一房的單位 35平方米 我看到它一般的電器 洗衣機 全部和其他剛才我們看的單位 都一樣 都是用Samsung的 我覺得Samsung都很棒 很好 而且又夠大又夠實用 我和阿凡在租房 一看到洗衣機 Samsung覺得要加分 桌面是很大 很闊的 一多里 右手邊 就有個簡單的鞋櫃 上面就是擺雜物 鞋櫃 我就略嫌它小一點 所以 如果擺鞋 可能自己都要加上 一些擺鞋的架 就要安排一下 最好也是一個無敵的海景 哇 這裡很近海灘 哇 好省時間 跳上床 由梳化一跳就跳上床 躺門式間隔 分開房間和客廳 那它衣櫃呢 剛才那幾個單位都有的 裡面會做一盞燈在這裡 但客廳這裡 我就嚴張沙發超大 如果給我呢 一定會換掉它 我不需要沙發那麼肥大 好像很牙位這樣 房間 然後隔壁就是一個洗手間 很少單位連一房都考慮到 洗手間有道箱門的 你看 這裡一道 就由客廳進來洗手間的 而這裡也有道門 就由房進來洗手間的 這樣就營造了一個套房 發展商已經定好了那個梳妝桌 多實用 還有一塊鏡子 又可以看外面的海景 一路化妝 一路好像有個海景在後面 那樣 幾個正 樓盤的位置 可以說是在一塊比較隱世的地區 那裡比較寧靜 而且不是那麼多遊客 由樓盤走去隱世沙灘 Yinyong Beach 都只是四分鐘 而且那區很多餐廳選擇 有泰式、西式、中式、韓式 很多不同的餐廳 也有迷你超市等等 所以這一區的配套 其實都算是挺方便的 如果大概走八至十分鐘 就可以到另一個夜市 香港人最講效率的 如果由曼谷機場搭巴士 去到中天巴士總站 再由巴士總站搭的士去這個樓盤 大概都是需要七分鐘左右 在泰國買樓 買家是需要一次過給升傾分 一個維修費的 這個樓盤就收緊六百匹每平方米 而每個月的管理費 就是五十五匹每一平方米 他們都是剩下十多個外國人 單位 其他的單位就要租 這個樓盤就比較特別些 詳細內容我們都不在這裡講 就交給專業人士跟大家講 樓盤樓高三十八層 他們的四樓和二十九樓 就做了一些公共設施的空間 我們一於上去看看 二十九樓 這裡出入都要卡的 很安全 泳池比我想像中好像沒有那麼大 但都其實很大的 這裡就是四樓 當然有泳池 有沒有做尖的地方 就是這位先生最緊張的地方 是 我們就看了三個單位 這三個單位有studio 一房和兩房 它的裝修都很落本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電郵給我們 經過我們窮退泰無憂 然後我們就會安排發展商和我們所屬的代理 在不同的單位 然後去完成承擔交易 扣除了自己的成本 各樣東西 亦都會和買家分享回憶 至於你想想在香港買可以不可以 那你都可以電郵給我的 那麼律師呢 他們會和你去跟進 去到明年的2025年2月之前 你就要好決定了 如果不然呢 之後呢 就要個別個案 就去再談 到時呢 會 發展商會 退多少佣金 各樣東西呢 就可能他們 賣到七七八八 又有新的制度 那我們就控制不了了 雖然我人在巴提雅 但是這些回憶的福利 就不只是局限在巴提雅 如果你心目中 有曼谷和清邁 心儀的盤 都可以email給我們 一樣的 很累 OK 好 OK 拜拜 下一站